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我是凤来仪 你急着去找凶手 我比你还急 你知不知道 你的清白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要我休息 我不叫你的名字你就不出来 你是怎么想的 简直太过分了 太自私了 你怎么可以 丢下我一个人不管啊 都是我不好 我太过分 太自私了 我答应你 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 那好 你现在说也不晚 你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这一辈子不能把我丢下 好 我答应 走吧 去哪儿 钟将军那里 那关大哥呢 等不及了 凶手往往先我们一步杀人 我们没有时间了 走 走吧 关大哥认得我的剑法 知道我跟你在一起 就会赶来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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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了 不是 你 你的马也熬不住了 这样吧 离这里实里有一小镇 我们去换下马匹 然后料理你的腿上 稍作休息再上路吧 熊蛇的武功极高 要是我们这样疲惫 就算能及时赶刀 也不是他的对手 只有陪葬的份 我的棋术不好 你们两个骑一匹马吧 这个不好 你们俩比较轻 还是你们俩一起吧 我先到镇上打点一下 你们两个慢慢来吧 驾 四位 上马吧 不用了 怎么了 难领瘦瘦不轻 这个不方便 你先走吧 过一会儿我就赶来 你干吗 没干吗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发脾气 我没发脾气 我乐清清活了十几年了 都是我一个人 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不用你管 也不用你尴尬为难 你这是干吗 你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啊 你不是要走吗 我陪你一起走 你放我下来 我不用你可怜 我不用你可怜 别再这样 时间都给你耽误了 我爱上的 我死心 对不起 我爱上的 我爱死心 我知道了 这个时候 不应该发脾气 可是我的心里 真的很难受 我看到你不停地避开我 我真的很难受 我会受到你了 不用说对不起 我始终放不下 我放不下 不该怎么办 对不起 怎么办 这药很灵的 你再服两天就会好 苏温 你真好 你应该得到更好的 最好的 有杭霞这帮人在 我已经得到最好的 我不是说这个 无瞬间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去给你煎药 你别走 我想跟你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 不是的 你听我说 我放不下一阵 我试过 可是我真的放不下 我知道 一阵对我 只是责任 可是她对你 却是深爱着的呀 你别想太多了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再也不想看到 我们三个这个样子 不如这样吧 我们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你是姐姐 我是妹妹 你说什么傻话呀 这不是傻话 这番话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我知道 你也爱着一阵 只是 你不想让一阵 成为一个不义之人 也不想伤害我 谢谢你 我谢谢你 我叫你 我 interviewed 是 我叫你 我叫你 你 对 我叫你 努力 我一直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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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争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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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离中将军府 大概有十里 我去打点水 你去买些干粮 好 是一阵留下的 太胡 好 谢谢 没事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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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平常 怎么了 我刚才看到一个人很像你 我以为是你 我看错了 我看到一阵流向的消息 说中将军去太胡了 估计是杀手的调狐狸山之计 那我们快去追吧 我们来找钟将军呢 钟将军不在府中 请回 他在哪里 不便先告 请回 我们有很重要的事 不便先告 请回 这事可是跟大人的性命相关 不便先告 请回 可是 等一下 我是中府管家钟庭 刚才闻说几位有事要见大人 请问几位 高姓大名 豪盖天下 侠召八方 原来是三位豪侠 因为事关机密 刚才有所得罪了 客气了 大人在哪里 我们得到消息 有人要对大人不利 大人收到王宪王大人的信 与夫人赶往太湖相见 太湖 王大人不在太湖啊 调狐离山 大人有危险 快走 怎么了 我有个感觉 好像有人在跟着我们 也许有人跟着我们一起赶路呢 可是他的身影好像 像什么 没什么 走吧 驾 怎么了 从树林开始 你就一直心绪不宁的样子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总有不安的感觉 说不出来为什么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杀手每次都是直冲而进 只要那位大人在府上 他们就会杀个一个不留 可是这次为什么要用调狐离山计呢 难道他们认为中将军是边远大将军 家里的护院都是武功高强的人 他怕不能一举奸杀吗 不会 以杀手的功夫 在人群中取中将军的首级也是可以的 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还有什么阴谋 算了吧 还是先到太湖边上再说吧 走 怎么了 刚才那位侠士不是刚从那边过去吗 怎么现在又从这边过来了 就是啊 很奇怪啊 我打听到了 中将军和他的下人要故传出湖 船夫正预备凉水 他们就在前面的茶料休息 太好了 我们终于赶上了 这里好像是太湖边了 我到湖边看看 看杜头在哪儿 高手 怎么了 别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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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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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来晚了 刚才我们还听到他们的惨叫声 也许 凶手就在附近 钟夫人 是你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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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夫人 不要怕 我们是豪侠 是来保护你的 不要杀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剑客 杀死了人 很快的 剑客 你不用害怕 别杀我 别杀我 钟夫人不用怕 别杀我 平大哥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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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怕 是他 是他 钟夫人别怕 不要杀我 他也是豪侠 是来保护你的 你不用怕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钟夫人 夫人 夫人 钟夫人 我没有杀人 我刚才追捕一名黑衣人 在太湖边上 我本来要捉住他 可是 刚才 钟夫人 指证的人 就是你啊 不可能 刚才我跟 我跟平常在一起 他去追黑衣人 分开了不过一盏茶的时间 一盏茶的时间 足够吗 以平常大哥的剑法和轻功 不是我 绝对不是平常 可是现在 这些人都死在快剑之下 都是一剑取命 现在有钟夫人作证 这可是人证物证俱在啊 不可能 绝对不是平常 跟我回去吧 关大哥 你也相信是平常吗 不相信 那 可是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不是我相信不相信的问题 跟我们一起到嘉兴 有王大人顶夺吧 走吧 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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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放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 你们说 会是易容术吗 容颜易得了 武功就撞不来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八大豪侠肝胆相照 生死于共 就算天掉下来 我们也一起给你顶着 说得好 八大豪侠肝胆相照 明天一早到嘉兴 无论王大人怎么裁决 你们都不要管 如果他要我死 你们就动手吧 我不要死在别人手上 我们绝不会丢下你的 我不想让你们为难 不是说好肝胆相照吗 如果我死了 你们替我查出真凶 就算替我报仇 也不枉我们几个兄弟一场 干杯 干 干 干 天心 你说该怎么办 证据确凿 颜大哥 我也不要你为难 你我的一战 恐怕要留待来生了 平常 我也是身不由己 我也是身不由己 先别问为什么 既拿平常 各杀无论 你从太湖追了我一天一夜 到底为什么 你是谁 一个路过太湖的人 你使的是本门的轻功 杀死那几位元老的案子 你一定脱不了干系 快说 你是谁 有本事 自己揭开我的面纱吧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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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解答黑衣人身份的 也许就只有师父了 也许就只有师父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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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剑穿心 这一剑快得可怕 以致师父来不及挣扎 便弃绝 所以伤口才没有太多的血 江湖上能有这份用剑修为的 也只有关玉楼 盐铁心和火 但不是我们干的 究竟是谁杀害师父 要嫁回于我呢 朋友 出来吧 师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阵的剑法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凶狠啊 我们现在要对付的不是一般人 而是天下第一杀手平常 出手仁慈 便是对自己的残忍 说得没错 平常并非泛泛之辈 要想对付它便要别出心裁 我也发明了一样新的武器 一根毛 哪有比是剑还短的毛 是啊 这个毛这么短 不要说对付平常 可能连他的一根寒毛也碰不到 更不要说保护你自己了 这个便是他的精妙之处 请看 原来这有机关的 这里只是一截 还有五截没有伸出来 这个毛这么短小 敌人看见了不会放在心上的 尤其以平常那么高傲的性格 加上由我把持 他便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便可以攻其不备 置得于千里之外 东光仁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残忍了 这个武器可是你的发明之中 最具杀伤力的 当然了 现在连平常都变得那么凶残 遇上他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啊 平常见气纵横 如果我们只身肉搏的话 只会成为他剑下亡魂 与他保持距离 隔空游斗的话 也不视为上策 你很聪明 谢谢素问夸奖 来 中国人 你这次的发明叫什么名字 因为用途的关系呢 我把它叫做隐身毛 兵不厌诈 临阵杀敌 适当的奸逆才能治敌制胜 你这个名字倒是取得很贴切 那千千你又没有想到什么好主意 既拿平常 哦 弓弩 嗯 这是弓弩 可是我的弓弩不是射箭的 而是撒网的 这是个普通的绳网诶 要是遇到平常 只削两件变成碎片了 这个网叫天罗地网 看上去是普通的网绳 实际上是用金刚炼制而成的 那就是钢丝了 嗯 不过 它又不是普通的钢丝 里面混杂了天蚕丝 只要被网包裹着的人稍作挣扎 这天罗地网就会收紧 它越是反抗 收得就越紧 是我的师父徐其佛想出来的 这么说 即使平常轻功再好 一旦被网住了 也就只有束手就擒 嗯 素温 你一定是用毒了 嗯 我研制出一种食肉奇毒 只要把这毒 撒在敌人身上 撒在哪儿 它那部分的肌肉便会萎缩 也就是说 你将毒粉 撒在平常大哥的双手上 他的手就会萎缩 这样就不能直见成兄了 嗯 没错 真的有那么神奇啊 你要试一下吗 不用 这样看来 大家都已下定了决心 不念旧情 只要碰上平常 便会格杀勿论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初没有看见平常大哥 杀人之前 我们还可以说 是有人陷害于他 可是现在 我们几个亲眼目睹了 平常大哥杀死王献大人 所以 也不能怪我们手下不留情 虽然是这样 可是 千千是担心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莱姨姐 说得也是啊 不管怎么说 平常大哥 都是莱姨姐的丈夫 真的很为难啊 你们千万不要为了我感到为难 要是找到平常便杀了吧 不管平常有什么苦衷 如果他真的杀了各大元老的话 他理应受的惩罚 好侠讲究服从 既然颜大哥下了格杀令 我们便只有执行 平常就在前面的飞来亭 我们六个人分开 从六个方向包围平常 记住 不要轻举妄动 能火轴最好 火轴不了 杀 局长 行动 想不到大家都不相信平常大哥 可是我却信了平常大哥 他绝不会是秦桧的人 一会儿我要用天罗地网把他们困住 带走平常大哥 查个一清二楚 挺住啊平常大哥 东国人是来救你的 不是来杀你的 快到了 这是一个师父就够难对付的 还有其他的兄弟 可是为了平常大哥 我不得不这样做 快到了 希望我的毒能够破退他们 救得了平常大哥 快到了 平常 你是来亿的相公 来亿绝不会让别人来杀你 来亿先把你救走 要是你真的背叛了豪侠 来亿便和你双伤同归于尽 平常你束手就擒吧 平常 平常哥 平常哥 倩倩封锁右边小径 都过人守住左边山路 一阵攻平常下盘 来亿攻平常上路 所问 你负责押阵 谨防平常逃走 好 平常 我来救你了 师父 对不住了 这毒针三个时辰便会自动失效 各位对不起了 莫洞国人来了 颜大哥 对不起了 平常 快走 我认输了 师父 为什么不下这个菊来试探我们 我早知道你们下不了狠心杀平常的 那你干嘛还设下这假菊呢 这不关木头的事 他也是被御楼逼出来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们一样 虽然亲眼看见平常杀了王宪 但仍然深信平常是有隐忠 所以就阻止这个铁石心肠的人去追杀平常 他知道要是御楼插手 他便不能轻而易举地对平常赶尽杀绝 于是跟御楼打赌 只要你们肯杀平常 那就是他输了 他便不再追杀平常 反之我就要袖手旁观 不能插手 多管闲事 任由他来处理这件事 所以才设下这个局 我只不过是为了 顺利执行任务而已啊 于是便设下了这个圈套 来测试我们的反应 因为只有我 可以模仿平常的剑法 所以便由我来假扮平常 再挑上这个奴物弥骂的紫竹林 更加瞒过我们了 没错 那么现在 岂不是没有人能帮到平常大哥啊 没错 颜大哥 求求你放了平常吧 我根本没把握杀得了平常 路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颜大哥 你们任何一方受到损伤 我们都不愿意看到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平常大哥 放过他呢 对啊 有什么事情 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地谈嘛 干嘛生死相搏 我 我不会放过平常的 为什么 谁杀了王献大人我就要谁的命 师父 我们还是相信平常大哥 我们一定会阻止你 是吗 敖侠讲求的是整体合作 讲求服从 现在你们已经变成一盘散沙 我不想布下这个局来试探你们 因为我不想见到这个事实 就是你们不再服从命令 有情有义是好事 但是感情用事 只会误了大事 再说 你们相互之间也互相猜疑互不信任 日后又如何一起执行任务 等我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 就解散好下 师父哥 不用多说了 燕大哥为什么走得那么匆忙 他一定是收到什么重要的消息了 大家不想看到的事终于发生了 师父 什么意思 那木头不希望你们跟去 这一定跟平常有关 你说燕大哥有平常的消息 嗯 如果真要给燕大哥找到平常大哥的话 他们之间必定有一场恶斗 到时候谁死谁活 还说不定啊 师父 只有你能阻止他 可是有燕在先 如果御楼输了 就不能多管闲事 关大哥 你和燕大哥 可有立约为盟 没有 那你们打赌的时候 可有证人 也没有 既然没有立纸违约 也没有证人在场 那关大哥就算违背诺言 您大哥也拿你们有办法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如果羽罗反悔 更会把他气得蹊跷生烟 好 就这么决定了 我现在马上去 你们回去等我消息 等一下 我也去 你跟着我 只会挨仇挨脚 来一姐 只要大师伯帮忙 平常大哥一定不会有事 平常 别再逃了 跟我回去吧 你真的杀了他 杀你个大头鬼啊 他受伤了 先带他回去 以为我是他下的呢 平常 平常大哥伤得很重 平常大哥伤得很重 他是不是能过了这一关 就要看他能否熬过今晚了 平常 对方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可以把平常大哥伤得如此厉害 把剑气打入平常体内 当平常运气时 剑气便破体而出 这绝不是普通人的修为 那人的剑术不但高 跟平常的剑术一模一样 没错 御楼也留意到这一点 剑招不但相同 而且用剑的式气形都完全相同 剑法竟能如此相同 根本是不可能的 江湖上到底有谁使用这种高超的剑法 御楼自命剑多实广 但是这一次 也实在是理不清头绪 有没有可能是平常大哥自己弄出来的 干什么 干什么 平常身上有八八六十四道剑痕 如果你可以自己刺自己八八六十四剑 还忍受得了的话 那就有可能 当然没可能 没可能啊没可能 平常 你醒了 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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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死的 你已经安全了 打伤你的究竟是什么人 他现在流血过多 心脉很虚弱 还是先让他睡一觉再说吧 你不要说话 先休息一下 好吗 不好 不要说 我要说 否则平常一睡不起 真相就没人知道了 我不想这样死了 真相 什么真相 少元老的真相 快说 应该说 还有另外一个平常 平常大哥 如果不是你做的 你不要承认啊 实际上 是另外一个平常干的 这个世上还有另外一个平常 有 这世上 还有另一个平常 而且 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平常 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 我不是很明白的 当日 我有太湖 追踪那个黑衣人 并去到我师父天机老人那里 你去了天机老人那 可是 离开你之后 没多久 无极在茶寥又见到你 并且一直同行 直至平常杀了王献大人 逃之遥遥 那个 就应该是我说的 另外一个平常了 那么他的易容术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竟然骗过了我们所有的人啊 不可能 每一种易容术都总有破绽 而且逃不过我的法眼 易容不难 但是要模仿别人的武功套路 就非常之难 当日 御楼非但没有看穿他有易容 而且他的武功 跟你的一模一样 所以以我看 你就是真凶 连关御楼都骗得过 难怪你们都以为 我是杀元老的真凶了 老朋友 你真的不是真凶 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可是 师兄 你让他说下去 我想也许师父会知道真相 可当平常想找师父时 却发现 师父早已被杀了 我发现一条人影躲进密室 于是追了过去 就发现了他 那个人 就是你说的那个平常 当平常走入密室时 已感觉到到密室之内 有着另一个人 那个人给平常一种既熟悉 又陌生 还带有几分邪恶的感觉 那个人不但跟平常一模一样 而且很熟悉平常的剑法 不 应该是说他根本懂得平常的剑法 你怎么会我的剑法 很意外吧 杀害豪家各大元老的人就是你 没错 你是秦桧的人 我只为自己做事 平常跟你有过节吗 不但没有 而且 还很有渊源 此话怎讲 你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我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因为你易容 不 我没有易容 没有易容 我天生就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为什么要易容 你的意思是没错 我就是你的双生弟弟 平凡 我没听师父说过 那个老不死的 他一直瞒着你 师父为什么那么做 他怕有一天 会控制不了你 而且 那个老不死的 不相信别人的性格 唯恐有一天你会背叛他 所以 我们从小便被他分开带大 调教留了一手 你和我的剑法都是他教的 所以才会一模一样 什么一招 就是要取代你 干嘛要取代我 那个老不死的已经看出 你的席剑和杀人的资质 都在我之上 事实证明他没看走眼 你二十岁便成名 成为天下第一杀手 而且是收费最高的杀手 只要你一天为他卖命 他就有用不完的钱 假如平常不听命于师父 他便犹如失去了一头 会生金蛋的鹅 所以 利用你跟我长得同一个模样去欺骗别人 继续受取高额的酬金 没想到大哥武功高强 这回同样不低 师父是你杀的吗 没错 为什么 我讨厌他看重你轻视我 而且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所以我要杀他 为什么要杀人灭口 这更简单了 一 因为秦桧给我可观的酬金 所以我要以行动来取信于秦桧 秦桧同样赋予我更大的权力 让我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二 妒忌 我妒忌你得到的一切 而我却一无所有 当晚就是你把我移到井中 再假扮成我 杀害了豪侠元老 伤了李起大人 没错 在你成亲的时候 你喝得人是不省 我趁大嫂出去为你打齐连水的时候 我把你扔到了井里 然后假扮成你去杀元老 你既然那么讨厌我的存在 当时为什么不杀了我 我之所以这样做 就像猫吃耗子一样 之前都会玩弄一下 我要让你像过街老鼠 在豪侠中鸣誉扫地 然后再慢慢地吃掉你取代你 之后再消灭豪侠 成为权倾朝野秦桧座下的第一高手 哼 你以为这如意算盘能打得响吗 大哥以为呢 你只要放下剑 你还是平常的好弟弟 不放呢 那平常从现在开始便又孤单一人 我们俩兄弟一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注定只能活一个人 你身上的剑伤就是那时弄成的 没错 那些铜镜是平凡一早布置好的 为的是把平常引来 用那些铜镜杀平常 那你是怎么逃掉的 还记得当日闹着玩 关玉楼偷偷把一些春药放在我怀中吗 这是什么 听过申关死结贬氏夫妇吗 那对医生毒后 对 这就是毒后唯一的传人 贬素问精心调制出来的 只要你一用真气便会毒发 我不相信 你现在是不是感到满脸炽热 心跳加速 快把解药交出来 我没有解药 你不交出解药 我就杀了你 我没有解药 但我可以教你怎么解毒 那你快说 你赶快找个深潭 跳到冰冷的潭水里 毒性便可以解掉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早跟你说过 一用真气便会毒发 你还想冒险 赶快去解毒吧 今天你没有杀了我 我平常也不怨你这个弟弟 就这么死了 今天的账以后再算 好啊 算你足运 你就是这样逃掉的 没错 可是平凡的剑实在厉害 他的剑气不断在我身上四处游走 身上的剑痕一道道地爆裂 平常恐怕平凡会追上来 于是不敢停下来 只故意失走 就是神志开始纷乱 也不敢停下来 而支持平常的 就只靠一个信念 平常别再逃了 就是平常 未能再见莱仪最后一眼 绝不能倒下 当时我已神志不清 把颜大哥看成了平凡 所以才会出剑 平常 你讲完了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对不起 蓝衣